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作题要求 母高校学生会计划举办一场大学生网络创业交流会的活动 并要求部分专家和老师给在校学生进行演讲 因此校学生会外联部需制作一批邀请函 并分别递送给相关的专家和老师 按如下要求完成邀请函的制作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题 在考生文件夹下将word素材文件另存为word 后续操作均积于此文件否则不得分 首先我们打开考生文件夹 这有一个word素材文件 我们双击打开 打开word文件以后 我们单击文件菜单中的另存为 将它保存在考生文件夹下 写起名字为word 单击保存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题 调整文档版面 要求页面高度18厘米 宽度30厘米 页边距上下为2左右为3 好那么我们 单击页面布局选项卡 打开页面设置对话框 选择指章中高度的位置 我们给它输入18厘米 宽度的位置我们给它输入30厘米 然后单击页边距选项卡 在上的位置我们输入20厘米 上下我们输入20厘米 左右我们输入30厘米 将考生文件夹下的图片 设置为邀请函的背景 我们单击页面颜色 填充效果 图片 选择图片 那么好 我们找一下考生文件夹 计算机 C盘 WEXAM文件夹 考生000文件夹 然后选择背景图片 单击插入 单击确定 好了这样背景图片 我们也查好了 好看一下第四题 根据我的邀请函 参考样式 调整邀请函中 文字的字体字号 字的颜色 好了 那么我们现在 首先现在回到考生文件夹 看一下参考样式 好 我们缩小页面显示比例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参考样式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文道 那么 首先我们要设置字体 那么字体呢 我们可以全部把它都选中 设置为什么呢 设置为微软亚黑 好 这样就全部设置了微软亚黑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根据要求 来设置字号 好 首先我们选中第一行 那么第一行 我们设置一号字 然后呢 设置字的颜色为蓝色 好 并且第一行 我们可以设置 让它居中 对吧 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行 邀请函 邀请 第二行邀请函呢 我们设置它的字号 仍然是一号字 也设置它居中 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尊敬的 什么到大力支持 这个地方 我们设置它的字号为四号字 设置于四号字 然后呢 最后的两行 我们设置它的字号为小四号字 小四号字 好了 大家来看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那个第四小题就做完了 接下来看第五小题 调整邀请盘中内容文字的段落对齐方式 我们看一下前两行 我们设置段落是居中 那么后两行 我们要设置它们是右对齐 我们可以根据什么来调呢 还是根据我们的参考样例来调 对吧 设置它是右对齐 然后中间的这两段呢 我们来设置它是一个首行缩镜 打开段落 选项卡 单击特殊格式里面 首行缩镜两字符 好了 大家来看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的第五小题也做完了 接下来我们看第六小题 根据页面布局需要 调整邀请函中 大学生网络创业交流会和邀请函 两个段落的建议 好 那么我们只需要选中这两个段落 我们来单击段落对话框启动器 打开段落对话框 我们段前给它设0.5行 段后给它设0.5行 就可以了 单击确定 好 接下来看一下第六题 在尊敬的和老师的文字中间 插入逆邀请的专家和老师的姓名 逆邀请的专家老师姓名在考生文件夹下的通讯录里面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用邮件合并了 对吧 好了 我们将鼠标移动到尊敬的后面 尊敬的后面 然后呢 单击邮件中的开始邮件合并 然后选择邮件合并分布向导 接下来我们选择下一步正在启动文档 接下来再选择下一步选取收件人 单击浏览 我们来找一下考生文件夹 单击计算机 C盘 WEXEM文件夹 000文件夹 我们选择通讯录 单击打开 打开以后 这有三个工作表 我们选择通讯录这个工作表 单击确定 好 然后进一步单击确定 好 接下来我们单击插入合并域中 选择姓名就可以了 插入就可以了 好 插入完成以后 我们把这些空格去掉 为了美观 将它去掉 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做完以后 我们预览一下有没有问题 看一下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们就单击完成并合并 编辑三个文档 然后全部确定 大家来看 这样我们就形成了我们的合并后的邀请函 看一下 看一下 是不是没有任何问题 对吧 好 那么我们现在还缺什么 缺一个背景图片 我们单击页面布局 页面颜色 填充效果 已经有这个背景图片了 我们只需要单击确定 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个文件保存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呢 我们看其的要求 每页邀请函中只包含一位专家或者老师的姓名 所有的邀请函页面 请另外保存在一个名叫ward-邀请函的文件中 好 保存以后我们的ward-邀请函就可以关闭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主文档 我们单击一下预览结果 就回到了我们主文档的位置 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我们的主文档 它要求也是要保存的 好 我们单击保存 我们下期再见